哈囉大家好 我是任翅 上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我買的小零食零嘴 那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帽子 跟我買的一些美妝小物 小物小物美妝這樣子 啊有興趣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以上零食都已經介紹完 現在要來分享我又回購了一個扇摩斯的保溫杯 我先前已經買過了一個保溫杯 也是扇摩斯黑色的 然後我去年用我覺得很好用 這次去又看到又再買一次 它這個是 這邊有寫1980 算起來還是比台幣便宜 我上次是買隔壁這個黑色的 這次買這個TIFFNY綠 這個我覺得持溫效果很好 因為我之前影片有分享 我每天都有在泡茶的習慣 它的持溫效果可以將近12個小時 等同於說我今天晚上12點 泡熱的熱飲 然後到隔天中午它都還會是熱的 所以我覺得保溫保冰效果都很好 而且又蠻輕的 我很喜歡 所以這次去又再買了一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它是1980的價格日幣 然後我還要再分享一個是 這個東西 這個爛東西 爛到一個爆炸 就是這個 這個有人也想說為什麼要去台灣 台灣就有為什麼要去日本買除毛球機 我就剛好看到嘛 上面寫熱銷43萬個 然後我就想說 哇感覺好像真的很好用耶 然後想說買回來 應該不會招到哪裡去 既然都熱銷43萬個 結果我一開 它這個就直接壞掉了 直接整個斷掉了 所以它現在是沒有保護的狀態 難怪它會熱銷43萬個 一開就爛 一開就壞掉 然後大家就是要反覆的買 然後我想說 算了啦 反正把它黏起來還能用 然後我就試用了 那個它的除毛球 恩 我覺得效果普普耶 因為打開來有時候會 你看像現在 它像現在這樣打開來 就是又 又沒電了 不是沒電 我覺得是接觸不良耶 反正就是很爛啦 我寧可再去大創重 再買一個 然後這個就 哭哭算了 熱銷43萬個 我覺得 我可能買到瑕疵品 但是也沒有辦法 退 蠻難過 這一個也要100塊台幣耶 我們那時候買一個 要100塊台幣耶 我覺得很難過 還有這個燙睫毛器 是女生比較感興趣的 這個是向上3小時持久睫毛器 這個是Panasonic 是日幣1780 可是因為我現在有接睫毛 所以我沒有辦法試用 不過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然後順便開箱日本的價格 給大家做參考 有白色跟粉紅色 可是我後來 又看到好像有比較便宜 大概13多 可是賣完了 就好不好用 我不知道還沒有用過 再來是我頭頂上這個帽子 我覺得質感蠻好 質量啊 跟它的版型 跟毛泥的那種 摸起來的觸感都很好 這頂帽子我覺得買的最開心 因為呢 又漂亮又便宜 因為這樣折合台幣一頂才 一百多塊錢左右 是不是很划算 我覺得這是我這次買到最開心的東西 那有些女生會想說好奇日本營眼 上次我去歐沙卡買了那個 歷夢的隱形眼鏡 可是這一次我卻沒有再買 是因為呢 我覺得它的價格偏高耶 就是真的蠻貴 可是花色真的蠻自然的 像這個在屈城市 暗示娜美會代言的牌子 這個牌子 這個在屈城市 才賣310塊錢 可是我去日本看啊 它比較貴耶 這邊看得清楚價格嗎 3400塊 3400塊是三盒組啦 一盒是1133日幣 我換算下來 反正就是沒有比台灣便宜啦 因為台灣大概310 那時候換算下來 一盒大概可能要超過310 我就發現在日本買部分的隱形眼鏡 是比較貴的 可是一定會有很多女生好奇 日本隱形眼鏡實際上的價格 是多少呢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有拍Remon的價格 給大家來參考 是這樣子的 好不好 你們自己就是自己參考 看得懂日文的就自己看 看不懂日文的呢 就瞎子摸一下 隨便買一買 然後買來帶 那我覺得隱形眼鏡這種東西 你眼睛如果真的很敏感的人 就不要就是在國外隨便亂買 還有就是買了這個萬年款的 就是DHC的護唇膏 我就再買了兩條來使用 我覺得這個其實用的還蠻快的 以上是我這一次就是在日本買的東西 我覺得沒有非常多 因為我就是拿自己需要的必需品買完就好 我覺得現在很多東西台灣都買得到 只是有一些些微的價差 你去剛好有看到就買 那基本上如果沒有特殊的必要 其實就是找代購或是什麼 我覺得是比較方便的 那就看個人囉 那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